见到第一仙,第3176章,傻姑娘,声音还在响起,苏义已经憨然入睡,过往这些年,漂泊于世,游历天下,她的确已太久太久,不曾如今日这般放松,闲来无事,不如睡去,一侧,吕红袍看着苏义那入睡的样子,眼神深处泛起如水柔情,忍不住也躺了下来。 修长娇柔的身影,以为苏义一侧,看着那湛然穷顶,只觉毕生修行,当属今日此时最心安,最美满,以后怕都找不到,像此刻那般的宁密闲逝时光了。 在方寸祖庭极远处的一片天穷深处,白衣圣雪的小老爷,满脸都是笑意,挺好挺好,和不敬女色的大老爷不一样就好,红颜知己越多越好,以后若能多子多孙,可就更好了。 他曾在藏剑窟指点吕红袍修行,吕红袍身上那宛如脱胎换骨般的蜕变,就出自他的手柄。 自然的,他乐于见到吕红袍能和苏义在一起。而在这一战中,小老爷虽然未曾显露踪迹,却一直将整个战场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 自然也早注意过轻衣天地。 至于苏义和轻衣天地究竟是什么关系,小老爷并不在意,只要苏义不排斥女色,对他而言就是值得欣慰的事情。 原因也很简单,当年的大老爷就太过不敬女色,连一个道理都没有,自然没有子孙后代。 唯一一个能谈得来的红颜知己,还被大老爷给辜负了。 这一切,让小老爷引以为憾,也让建帝城许多建修很遗憾。 而如今,据小老爷了解,苏义在今世修行的途中,可根本不缺红颜知己。 只凭这一点,已让他欣慰不已。 忽得,一道身影无声息的出现。 身影其长,一袭灰衣,面孔若青年,赫然是陈仆,隐是山上赫赫有名的陈匹夫。 老兄,在暗中窥视,小心长针眼。 陈仆调侃了一句,小老爷眨了眨眼睛,道,我看得光明正大,怎能说是窥视? 陈仆笑道,是吗? 那等我那位伯父以后觉醒前世纪一时,我可得跟他说说今天的事情。 小老爷没好气道,算你狠。 说吧,为何无缘无故地要来见我? 陈仆收敛笑容,我本该在宿命海之战落幕后,就前往彼岸前线战场杀敌,但有人请我做一件事,故而才当得到现在。 小老爷眉头微皱,隐约猜出了一些答案,那个心魔让你做什么? 陈仆叹了一声,从这位小老爷的言辞间听出,他对大老爷的心魔依旧充满排斥之意。 吻了吻心神,陈仆回答道,为伯父的转世之身互道,避免他在和那些天地开战时,被尹氏山的人暗算。 小老爷一正,明显很意外,冷冷道,奇怪了。 那心魔不是一直心心念念,想娶苏伊而代之吗?我还当他巴不得苏伊出世呢? 陈仆叹道,他没你想的那般卑劣,不管如何,哪怕他是心魔,也是见地成大老爷的心魔,自有其气量和风骨。 小老爷没有否认,早些年的时候,不管是第一世心魔安排李三生前往藏剑窟借鉴去对付三清关下院也好,还是安排吕洪袍前往藏剑窟修行,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 原因就在于,他清楚,那个心魔自有其风骨,断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故意坑害苏伊。 也正如陈仆所言,哪怕他在排斥那个心魔,可不管如何,对方终究是大老爷的心魔。 沉默半上,小老爷呼地道,他明知道有我在,在今日之战中,不会让苏伊出世,为何还要你多此一举? 沉仆掌心一番,浮现一颗血淋淋的手疾,只不过被炼化成珠子大小。 小老爷一眼认出,这是彼岸始祖级势力盘武士的一位鼓祖,隐士山上的老怪物之一,名唤盘武彻。 此人之实力,可不是一般的道祖可比。 玄机,沉仆掌心又是一番,再次浮现出一颗珠子大小的手疾。 这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眼眶空洞,没有眼珠,面容苍老无比。 小老爷眉头皱起。 这老者,乃是彼岸摩门祖庭的一位道祖,名唤烈寒破,在摩门一脉被称作第五祖,辈分极高。 虽不是隐士山的隐士者,但其实力比这一些隐士者也不遑多让。 从第五祖这个排名,就能看出,其在摩门祖庭的地位有多高。 陈仆这才说道,盘武彻和烈寒破早已暗中结盟,打算在今日一战中彻底灭杀苏伯父。 若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也好,沟臣老君也好,怕都会被杀一个措手不及。 小老爷脸上那温和的笑容不见。 他这才意识到,在自己不知道的暗中,原来还有一场来自盘武彻和烈寒破的暗杀行动。 须知,这两个老家伙可不是一般人可比,或许不是自己和沟臣老君的对手,但若突然杀出,的确会引发不可测的严重后果。 小老爷讽刺道,隐士山上的老混账可越来越不像话了,不敢去前线杀敌,却敢把隐士山的规矩踩在脚下,着实厉害。 天命之争结束后,第一是心魔和隐士山达成协议,从那时起,不允许任何彼岸力量插手命运长河上的事情。 可在宿命海之战中,却有三清官的人出现,破坏规矩。 事情发生后,三清官付出了很大代价,作为元老之一的勾臣老君,也亲自表态,连三清鼻祖都不得不传达旨意,才终于和解。 谁敢想象,就是在这等情况下,在今日一战中,依旧有人不顾隐士山的规矩,对苏毅出手。 像之前在大战中出现的蓝袍白发老者,就差点坏了整个战局,关键时刻,还是小老爷出手,将这个充当死事的蓝袍白发老者灭杀。 然而,连小老爷都没想到,隐士者盘武彻和魔门第五祖列寒破这等老家伙,原来同样早有插手今日一战的行动。 隐士山毕竟并非真正的一股势力,鱼龙混杂,各有其主。 陈仆说道,尤其是,如今那些元老,要么在前线厮杀,要么已战死,没有他们制约,隐士山上自然人心浮动。 说着,他话锋一转,我要走了,去别岸前线战场,戴盘武彻和烈寒破一起去杀敌,他们若战死,也算将攻不过。 那两颗血淋淋的手疾,犹在,意味着那两位老古董,还能恢复过来。 小老爷不在意,这两人是否会战死,咒眉道,你去前线,不怕回不来。 陈仆笑着摇头,哪会想这些? 你呢,真不去影视界去见一见伯父的心魔。 小老爷断然道,不去。 见此,陈仆心中暗叹,不再多劝,告辞而去。 小老爷转身,望着方寸山祖亭的方向,沉默了许久,也悄然转身去。 影视界,事情就是这样。 沟臣老君,见到第一世心魔后,把逍遥周风雪山一战的事情,一一说出。 听完,第一世心魔笑眯眯道,瞧瞧,没有永恒地做,就能暴打一众天地。 你活了这么久,可见过这么猛的剑修。 沟臣老君看得出,这大老爷的心魔明显是在炫耀。 但他却不能否认,苏毅的确是他毕生见过唯一一个能够在天命经暴打天地的剑修。 沟臣老君道,我要启程前往彼岸战场了,此来也是和你道个别。 第一世心魔道,巧了,我也打算去彼岸的前线战场走一遭。 沟臣老君一正,你,第一世心魔淡淡道,有问题。 沟臣老君摇头,我还以为,你会一直在暗中护着苏毅。 第一世心魔眼神微微有些复杂,有见地成那位喜欢管弦式的小老爷在,根本无需,我在做什么。 玄机,他一巴掌拍在沟臣老君肩膀上,道,既然要去,现在就走。 沟臣老君总感觉这位大老爷心魔的决定有些突然,怕是另有隐情,可最终还是没有多问。 事实上,若这位前往前线战场的话,无疑是一桩天大的好事。 不说挡住那一场风暴,起码能错一错异域天足的事情。 走了,走了。 第一世心魔一甩雪白的衣袖,大步朝前行去,那叫一个潇洒,只是他心中却暗自一探。 没能再去和苏毅道个别,实属有些遗憾。 不过,也无所谓了,这一次他必须去走一趟。 也因为,那里还有个傻姑娘,和当年一样,在做一件很傻很傻的事情。 彼岸 众庙道须,战场前线。 天地苍茫,血腥弥漫,阵阵厮杀喊打之声,若九天雷霆在激荡。 而在彼岸阵营这边,宿婉君刚刚从战场返回驻扎之地。 他修长绰约的身上,满是鲜血和伤痕。 婉君姑娘,再这样下去。 你会死的。 一位老人忧心忡忡地看着宿婉君。 他伤势太重了,性命本源都遭受重创,一身契机紊乱不堪,让人只看着都心惊肉跳。 无法想象,宿婉君是如何支撑下来的。 宿婉君却微微摇头,没有说什么,独自走进属于自己的营地中,默默疗伤。 在彼岸阵营,宿婉君从抵达那一天起,直至现在, 以立下诸多耀眼战功,屠戮大敌上百。 一个女人,一把剑,杀敌之多,让那些影尸山的老人都自叹服辱。 可没人知道,宿婉君为何要这么拼命。 他也从不曾跟任何人谈起过。 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在这一场来自异域天族的风暴中,只要自己多杀一些大敌,就能为苏毅争取更多的时间。 仅此而已。